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邊多一章是講孔子的弟子 為多一章的原因是因為我花了比較多心血 別的東西可能別人也講 這個講的人非常少講孔子弟子 因為有一次問過的人說 你覺得孔子多少弟子 老師不是七十二個嗎 也有說三千個 我說那不錯 基本常識 我說那輪椅裡面出現幾個 不都在裡面嗎 我說真不都在裡面 在裡面幾個 就把我問倒了 我現在當然知道 當時問我的時候我就被問倒了 我說好像沒有都在裡面吧 好啊好像沒有 那就證明當老師 你不能用這樣的話混一輩子 我第一次也許可以啊 所以後來就做了統計 所以我就認真找了一下 這個有記載的 我們從最早的記載 可能也是唯一的記載 就是《實際中尼弟子列傳》 列明七十七個人 哦算過好多遍 有一次真的自己算錯自己都知道 所以這是最後應該是最正確的 我把每一個人都編了好 每一次讀到那個我都編了好 然後孔子嘉宇呢 列明七十六個人 那你認為這中一定少一個人嗎 不 不是這樣 我後來還列了一個表給你看 在附錄裡面 兩書人數只差一人 你從七六七七 但是不是這樣 同樣出現的人物只有六十六個 所以這邊有十一個 是在這邊沒有的 那六十六個這邊有十個是這邊沒有的 所以這邊十一個這邊十個加起來 還有多少個 還有加二十一個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六十六個加二十一個嘛 所以八十七個人 名字不一樣 還不管說那個是不是字錯了 有些字可能寫錯 是不是同一個人 不考慮錯字的話 八十六個人 應該八十七個吧 你看我每次算每次不一樣 好 那個書上有 出現人物有差異 只有九位在其中 出現在其中一本 我這邊有列名字 這個編號是從我的附錄裡面 你可以去查證 但是孔佛跟孔宗 你看看 是不是像 從字形上面 是不是可能是有人就寫錯了 因為沒有人叫孔佛 但確實有人叫孔宗 孔宗是孔子的哥哥的兒子 然後又叫孔滅 滅世的滅 然後在台南的孔廟 我第一個抄就抄台南孔廟的從事人物的名字 就有兩個排位 一個叫孔滅 一個叫孔中 我說 點名的時候你喊兩次 孔滅孔中同一個人 那台南孔廟沒有發現 他們還有一個陸籠跟陸籠齊 沒有人叫陸籠的 陸籠齊有 那怎麼會陸籠跟陸籠齊 好像還排旁邊 我說你排的人都不知道 這兩人是同一個人嗎 那你怎麼有兩個排的 就把他排上去 還有沒有漏的 總而言之 這是我的最新修訂本 過處講義 所以應該八十六個人 應該是沒有錯的 你看每次算每次錯 所以這個孔子弟子有三千 蓋就是一個約略的說法 然後聲通六義者七十二人 那七十二人中間哪些 剛剛出現的七十七個 壽業者這邊都重力的七十七人 皆異能之事也 可是有些人這有名字 連他有什麼異能你都不知道 然後這個說 這只是有三十五人 這有四十二人 三十五、四十二、七十二 這是他算出來的 這王樹林是另外一個學者 這個學者原來好像是心理學家 但他對這個也有興趣 所以他說第一輩子 他弄出了幾個備份圖 我從他備份圖開始 我這個改的 他的備份圖在網路上 在我的講義裡面有 但我覺得我那個備份圖做的好一點 那掃空子四十歲有這些人 然後這個第三輩的 第二輩的掃空子有這些人 我覺得這都文字敘述 有時候不如來得清楚 就是我後來 就是這個表在網路上有 不是在網路上 在講義裡面有 所以掃空子六歲炎路 炎路就是孔子的 炎回的罢 他到底算不算是 孔子的學生是有問題的 孔子太太已經炎別忘了 所以這可能是 那個地方也不大 可能有一點親戚血緣關係 然後小九歲是子路 所以這個小孔子十歲的人 大概就這兩個 有資料記載 像宰我就不在裡面 因為宰我的資料不清楚 就他到底小孔子幾歲 然後七雕開了 七雕開了 然後這名筍啊 就名子謙啊 都是小孔子 所以這個大概是 孔子的前面的弟子 比較前面 然後後來就小了 大概二十九歲 冉雍啊 雍也可使難面的 冉雍 冉球啦 就是子路跟長 跟子路在一塊 可是他們已經差了二十歲 你想想你跟一個二十歲的學長 然後澹台滅民啦 或者澹台滅民是子游在南 在武城裡面碰到的一個很政治人 但他是孔子的學生嗎 有人說是 因為澹台滅民的字叫子羽 兒子子羽毛的羽 孔子說啊 我羽毛取人 師子之羽 因為子羽 據說長得奇臭無比 醜到連孔子都覺得當我學生 真的是把本師們的顏值全拉低了 大概是這樣 他說 可是呢 這人真的是正直 別看他長得醜 然後以言取人 持之載語 如果我只聽人講好話 那載我這個人講的好話 不會少 但這個人 就不太能夠找到那學生的本質 商渠是輪語裡面沒有出現的人 但在史記裡面 他是號稱傳了孔子的《易經》 輪語裡面只出現《易經》裡面一句話 橫掛的第三謠 叫做不橫其德或成之修 所以如果孔子到後來喜歡讀意 讀到維編三絕 那輪語裡面幾乎都沒有記載 現在挖出來的博書啦 楚簡啦 就有這方面的記載 孔子說自己平常喜歡也算算掛 然後他算掛的成功率是70% 那現在有人號稱他的成功率90% 算準的率 這個都是學易經的劉璧 你很喜歡算那個百分之比 那良善是誰我不知道 當然有看到他的排位 閻編小孔子30歲 閻編的年紀比較有一點問題 到底是30歲還40歲 應該30歲比較合清合理 那這伏不齊是另外一個人 這叫念伏很怪 怎麼看都是應該念密或必 對不對 叫伏不齊 伏不齊的阿斗嗎 然後高才就是子高 烏馬齊就是傳話給孔子說 人家說你講錯了 孔子對 他是對的 子貢呢就小延回一歲 子貢他小三年 然後元憲憲問齒 子貢後來就拜訪元憲 在現場上說差五歲 這完全不一樣 那元憲是把孔子的想法 都在民間劃為實行 那樊池幫孔子駕車的 這個36歲 接下來就功熙華 功熙華常常出現的時候 跟燃球跟子路是 所以你看這大概都隔20左右的 功熙華就是功熙赤 那尤子小孔子43歲 所以尤子基本上相當年輕 他的話在輪語裡面是第二句話 子下、子游、徵 有人說要念參 徵生或徵參 嚴信是誰 不在那邊出現 子章還有這個 蘭茹、曹旭、薄乾 這三個人都不在輪語裡面出現 所以簡單講 具有歷史記載的 就是這幾個人 然後在 弟子在輪語中出現的時候 你要看講義一 這我做了一個 就算我最後數字算錯 我後來也被發現算錯 但是至少在哪裡出現 是有機可查 如果我只講一個數字 你也不知道我怎麼算 我是把我算的方式 都已經列出來給你看 就是錯誤也很容易找到 如果有的話 那別人錯誤你就不知道 他說如果出現31個人哪 31個啊 你說32個也可以啊 對吧 所以這個就上次講 露了誰呢 這些人啊 就露了大概曾子啊 都露了有弱 都露了紫章 至少這三個人 然後嚴徽呢 是對於孔子嘉義裡面 說他自子約 年29就頭髮就白了 31找死 這個有點怪啊 29那31就死 31就死了嗎 這有人考證 他說這邊掃孔子30歲 然後在孔子的過世前一兩年 那孔子要小 如果孔子活72歲是確定 然後他30歲就死 那他是孔子大概 就少孔子40歲左右啊 怎麼會小孔子30歲呢 所以應該少孔子30歲 他死的時候應該不是31啊 應該是差不多41左右 這大概差個10歲 你還是算早死啊 所以早死就是比你的長輩早死 就叫早死 好這早死不是現在說 哎呀他29歲早死啊 39歲早死 只要你家還有長輩在 然後你就死了 就早死 所以你長輩要活到120歲 你119歲死掉 看你長輩什麼時候生你 活到120歲 你100歲死掉 怎麼也算早死 當然這種歷史是很極端的 好這邊就有關他的這個 我就不講 這顏徽這個人 在現在屈服還有顏廟 真的是屢空啊 裡面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個廟的建築物 然後也不太清 所以裡面感覺都是一些灰塵 還有一個顏值的那個樹像 那個樹像長得跟孔子差不多 你基本上不太能夠區分 然後前面寫個漏像原址 現在已經變成都是草皮了 也沒有任何東西 也沒有任何東西 就是草皮 然後到裡面呢 也沒什麼祭拜的什麼桌 有沒有有一張桌子吧 好像旁邊都沒有東西 完全沒有 真是屢空啊 所以這個跟顏徽 顏徽叫紫冤 叫明子謙 明子謙 明子謙呢就是以孝行著稱 這故事大家都知道 但那故事呢 是在一個小的註解裡面 這也是很奇怪的 論語裡面並沒有那個故事 明子謙的長才在這句話 說仁舊冠如之何 人為償撫 償撫大概就是一個 這有不同的說法 一個說就是一個大倉庫了 說仁舊冠如之何 何必改作 這還可以用呢 你幹嘛就改作了呢 子曰 夫人不言言必由衷 孔子就誇獎他 你看這個人很不愛講話 但講話呢 真的都能夠轉到要點 就是何必改作呢 沒壞啊 幹嘛何必改作 好這是明子謙 然後這個冉伯牛 冉伯牛其實你說他有德性 像這邊說 這邊也說有德性 但他幹了什麽竟然沒有記載 講的是他生病的事情 他生了什麽病 好像傳染病 所以孔子也不敢進他屋 這自有 這有是窗戶 然後他這傳染病 怎麽還是碰他的手 那時候也沒手套 這到底是傳染病 還不是傳染病 這古人就爭了半天 有什麽好爭的呢 說自有之以守 說無知命以伏 這個人要死了 真是一個命 真是命啊 然後這句話就很乾 私人也有私機 就這樣的人 才會生這樣的病啊 請問你去探病 你會這樣說嗎 這不是很不合人情嗎 一個人得了肺癌 你就說 哎呀我告訴你 不要抽菸嘛 你看你就抽菸 抽菸抽不定 現在得了癌症了嗎 得了肺癌了吧 這是你去看病嗎 還去詛咒人死啊 你就關卡電的啊你 我們再怎麽樣 對不對去探病了 怎麼說 哎呀你放心 你的病一定會好起來的 安心養病啊 你心中當然想 我看了老孫是活不了多久了 那個安慰人嘛 看病總安慰人 孔子連這都誤會嘛 所以我那個論譯裏面 我就翻譯說 哎呀你這麽好的人 一定會有好報的啊 你這麽好的人 一定會有好報的啊 四月有四幾夜啊 不然的話你真的翻譯嗎 就你這樣才會生這樣的病 我想孔子一定亞斯伯國造不行 難怪沒朋友啊 就告訴你嘛 孫老師這樣不要吃蛋糕嗎 你看你的肚子 這還好我還活著 我要躺在病床上一塊死了 就告訴你 不要亂吃蛋糕 你看你就吃 誰給你什麽東西都吃 你應該像動員的動員一樣 掛著牌子 請物貴食 你就可以長命百歲 我走了啊 天堂見 美國人的電影都說 See you in there 我給你在地獄見 誰給你天堂見 你講這話還上了天堂夢 唉 好 我覺得我的憤怒都靠著上課 隨便亂講 講出來 所以我應該不太憤怒 好阮庸 阮庸 中公 中公這個人幹嘛 你看這個 中庸 中公 然後呢 這是幹嘛呢 那邊還講了半天 說他有不孝父 什麼之類的 說庸也可使難免可 這個人孔子很欺動到常才啊 可是呢 他是梨牛之子啊 他老爸做了不好的事情 所以你是常才怎麽樣 這個 你已經有黑底了 你老爸 你有黑底 你老爸黑底 就幹不了什麽事兒 在那時候 可是孔子說 雖異勿用 三川其舍諸 你這樣的常才 就算你老爸身上 你還是有用的 這鼓勵人家可以跳脫血緣的限制 不要以為你老爸是怎樣 你老爸是你老爸是你 你是你的 你老爸再怎麽樣 你有你的常才會被用 但後來被用了沒有 沒寫 沒講 所以這到底是一句 安慰人的話 還是這就是一句 後來可以印證的預言 真的你爸老爸黑底 你真的就可以那個嗎 這不是我們與惡的距離嗎 這個加害人家屬 憑什麽要被我們這麽歧視 就像他一樣 做壞事的不是他呀 做壞事的你也伏法了呀 那為什麽你覺得加害人家屬 還有什麽責任 需要出來跟社會道歉 我覺得這是 這整個戲裏面 沒有好好教育我們的地方 最後還要出來做一個和解 還是什麽 要跟受害人家屬 又不是我殺你小孩 我小孩殺你小孩 我小孩已經伏法了 我也不贊同他這個行為 那我還跟妳道歉 我覺得這是那個戲裏面 我唯一不滿的地方 其他我都非常滿意 這是我看過非常好的戲 但是我覺得這點 加害人家屬 真的是我們不需要對人家這樣 真的不需要 如果真的是這樣 那真的全世界沒有好人 所有的加害人家屬 你算一下 一定有爸爸兩個人 你可能還有兄弟姐妹 那一個人 一個人是加害人 那全家都加害人 全家加害人家族要不要算一下 你清明節早末的時候 你們家出現多少人 你都給我道歉 你們的五千人家族 全部給我道歉 我跟你說了 能玩嗎 好 這裏面我上次講過 眾公問子商博子 因為論語裡面 沒記載子商博子是誰 我上次跟各位說 孔采說可以 簡 這人不錯就是簡 那什麽是簡呢 小器嗎 不是 他不穿衣服 他是天體派 所以呢 有一個記載 在別的古書裡面 說孔子要去帶學生去 勸子商博子穿衣服 子商博子覺得孔子 李術太繁複 穿了那麽多 也帶一群人要去勸孔子 不要穿衣服 你覺得這兩派人會有 見面會有結果嗎 當然沒結果 我覺得古人的書 也很有智慧 這當然也可以當成 一手玉眼來看 大家的立場都那麽極端 誰會相信誰 所以這個子商博子是這樣 說居簡而行簡 無乃太簡 毋庸之言然 這是從孔子這派人 如果今天論語講的是子商博子 那就是孔子 子商博子說孔子 可也煩 對吧 然後什麽什麽居煩 而怎麽樣 你都可以把他轉過來 就是不能說服對方的地方 而燃油又叫子油 他大部分就染球或叫燃油 就是說燃子或叫燃油 寫成燃子油 是說這裏面這樣子寫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只有燃球跟燃油 這也是燃球子油 才會做過記事宅 其實孔子也說 對他都沒什麼太多好話 你看成為太張不如林芳 你都沒辦法救嘛 對不對 然後呢這個子華就是孔熙華到齊國去 孔子又說給他的術 孔子給他個恰當的 因為他說你看他去齊國的時候 蹭的是肥馬衣的青球 家裡狀況應該是不錯的 我不必給他那麽多 可是呢這個誰 燃子還是給他很多 給他與之秉無秉 孔子還說周極不計富 那有錢人就不必再給他錢 就要有排富條款 那那個他急用可以 他不是急用你不必幫他忙 這個原則到現在很多人還是搞不清楚 然後燃球就說非不也直到啊 立不足也啊 老師你講得很好 我做不到啊 我沒有能力啊 孔子就說立不足的中道而廢 今如化 這叫做化地之限就這樣來 什麼叫你做不到啊 還沒走到呢 直到一半你就自己就那個了 最少自己不長進嘛 或者給自己一個藉口嘛 然後他既是富裕周公 還給他俱列富裕志 沒有叫他發給百姓什麽的 人家那個誰 名筍、名子謙、游子都有勸君王 不要這個太過富裂 這個誰籃球沒有 或者說廢物圖遠 你這算我學生嗎 小子鳴鼓的工資可以 這個揭發到罪行 不是說把他拉出來痛打他一頓 你痛打他一頓也沒 於事無補啊 當然很多人就是 你看社會新聞就這樣 然後我抓一下痛打他一頓 你痛打他一頓怎樣的呢 他就住院啊 然後你可能就傷害罪啊 這有幫助什麽嗎 好這這裏呢 然有那個說 你看夫子欲知 無二乘者皆不欲也 都是拿老闆當藉口 老闆喜歡我不做不行啊 我覺得這裏面他應該說 孔老師我覺得這事情不對 那我們老闆不會聽我的 那是你來說吧 我們老闆可能會聽你的 如果你說的都沒用 你就不要怪我 我們這比你地位低的 這什麽咖的人來說 對吧 我們是二線的 你是一線的 你說的有用這有用啊 我們二線的說的沒用 是什麽用呢 我都沒這樣講 我要是孔子學生 我就說了 老師 我們沒這個能力 我們的位階太低 他不會聽我的 他可會聽你的 你出來跟他說 你那麽厲害 你出來跟他說 對不對 孔子說這關我什麽事啊 不再其為不謀 如果是這樣 那這個老師也不怎麽樣 如果是這樣 長安孔子都在背後說 都沒有當面說 他只有一次 陳子刺激君 他開始穿了衣服 就要去說 然後他說 好啊你去跟別人說 他也真的有做 不是沒有做 那子路的故事就多了 直路是辨人 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辨跟这个辨 在同音 少孔子九岁 刚开始的时候呢 他好有力 你就想他就是 逢低所 反正就是那种肌肉一大块的呢 然后治抗直 这个人非常的直 然后带着那个机冠 然后配着霞臀 然后这边有什么猪牙齿 野猪的牙齿 说是临抱孔子 对孔子很不少 就K他一顿 所以这也可以当复仇者联盟 怎么样招收了这个 子路这样的人 所以孔子弟子那还得了 比复仇联盟还厉害 最后死了 然后被剁成肉酱 那因为子路说了 就是死的时候 他就是帮人家打仗嘛 打仗然后说 实习实者不必其难 大家都跑了 他说我们哪里薪水的人不能跑啊 子高就跑了 子高就跑回去了 然后有侍者入城 城开门 子路随入 然后造快溃 快溃于孔盔登台 子路约 君应用孔盔请而杀之 就要这位的奥凯吗 要把他杀了 这个人不听 然后子路就希望把这个台 台就是高出地面的一个东西 然后把他放火烧了 孔盔 不是 快溃就畏惧 这快溃有不同的写法 然后就把这个石起 就叫他们去打子路 极断子路之音 绑帽子的那个绳子被称乱给消断 只如说君子死而灌木棉 是不是死可以啊 这帽子要戴好啊 在厮杀之际你再绑帽子 遂结阴而死 你不觉得这就是入了孔盟 然后就学坏了 然后他要是当初不入孔盟 可能就照样就杀 然后可能自己就活命 那君子死而灌木棉 死了也得死了漂亮 唉 有时候想真不值 还有这别的地方讲 子路为蒲的大夫 那孔子告诉他该怎么做 还问政是君等等 这也是子路每次讲什么 孔子夸了他他很高兴 然后孔子就泼他冷水 这是几乎是一个标准的套路 好这是子路 这有些刚刚都讲过了 有一段是这个 所以游之色 游就是子路 游之色他谈色 那时候比较少讲秦 讲色 西维丘之门 到底他谈的什么样子 说怎么是我的门人呢 有人就说他因为比较好勇力 所以弹的那乐曲呢 都是比较进行曲式的 沙娜之声 孔子是希望玄歌之声 讲求礼乐和 所以呢他讲到说 哎呀我怎么教出这样的学生 门人不敬之路 哎呦老师讨厌他 那我们也别跟他在一块 你不觉得这从古到京 都是一个道理吗 老师带头霸凌啊 这真的是老师带头霸凌啊 老师未必有完整的这意思 学生就说哎呦老师讨厌他 你们一看老师把他调到那位置上去 因为我们不要跟他这坏孩子来往啊 不会学坏了 这不是老师 老师就算没这个意思 那至少讲这话也在说 门人不敬之路啊 孔门里面的人也是跟着老师 跑了西瓜尾大边呢 学生看老师啊 直约有也升唐有人 哎呀你们这人怎么这样呢 他好歹是你们学长 而且是升唐了 中国古代的房子有唐 有误误有试 只是他还没到最高境界 你们不能这样看不起你们的学长啊 你不怕他把你杀了嘛 这个人很厉害的啊 他应该警告一下 到时候你出去走到小巷子 你小心一点啊 被看布袋 你不要你就跟他说 对不起啊学长 不是我 好 那是 对子禄对孔子非常好 孔子生了重病 子禄就祷告 孔子说有用吗 有诸不是说你有没有祷告 是说有用吗 子禄说有啊 怎么会没用呢 因为古书上说啊 倒耳一上下成奇啊 这个不管各地的神 我们都都拜一下呀 孔子说某知道 真有用我早就倒了啊 这句话很多都没有讲出来 就宣外之音说 你这是没有用的 不要做没有用的事情 现在有人的亲人生病了 当然很痛苦 就说大家请替我的谁谁谁集气吧 集气有用吗 别闹了 但是他很难过 所以大家也不好意思对吧 明知没用 你还是按个赞 好我替你集气 这干嘛 集五个宝石可以统治天 统治宇宙吗 啊集气 我每次看啊 我觉得又难过 又那个想说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不要不要批评这样 我要是有脸书那还得了 我不是就等于就被 每天就被看不得打一顿吗 谁我也看不顺眼 要不觉得我有疯子 要不就看不得打一顿 然后谁打我都不知道 警方说你得罪了谁吗 我得罪全天下人 我还就是没得罪 谁我都得罪了 得罪了负车联盟人 好所以这个好孔子疾病 你看啊直路还不是个概念 这边孔子讨厌 直路是门人为城 各位同学老师生病了 我们现在轮流来照顾他 然后怕别人的那个 门人为城 然后大家排班 礼拜一几点到几点是你 几点到几点是你 好就这样 是门人为城 病文 病欲这个讲这个写错了 我这以前引的不是那个版本 那个错字很多 约酒已摘油之行也炸 孔子你看生病的脾气很不好 都快都很重病了还是吧 油真是个这个行为 这是诈骗吗 这是诈 无城为有城 我这种身份根本就不应该这样的 那你就这样 老师我们是尊敬你啊 什么叫有身份没身份啊 老师你这什么封建概念 如果要是我是指的我就跟他说 老师你这封建概念不是叫我们不要这么封建吗 对不对 你对我们好 我们轮流照顾你 这天经地义的事情啊 这怎么不对呢 我们就把你当中自己家人看待啊 你看空才骂着 无城为有城 无谁欺啊 我欺负谁 欺天乌 我那要骗老天爷吗 哎呦 人家对你好 这老头真是 很难伺候 且与其死于城之手 有污泥十二三之手 没有你们 没有城我就会死啊 我看我在你们手下才会死 这显然是学生不会照顾老师啊 才这样抱怨 你们哪一天啊 我像没小孩这样来 哎呀孙老师住在太大医院啊 各位同学现在缺人手啊 你们都来照顾 来以后每天你们发手机 我在那边喝水啊 老师说要喝水呢 继续玩你的手机啊 所以为什么不给老师倒啊 哎呀现在这么紧张的时候啊 我怎么能倒水呢 再等一下老师你等一下啊 然后就叭叭叭叭 整理打完你赢了我死了 知道吗 你就送我上西天了 你就这个意思 我送你上西天了你 我一听阿学上送我上西天 我就死了呗 我女死于二三之手呼 且与众不得大仗 与死于老大 就算是我死来 没有这隆重的仗令 难道我会死在路边吗 你看这老头讲话 已经无由伦次了 所以后来学生大家就听到 好好给老师打仗吧 他希望有个大仗啊 所以孔子死的时候是账牌的 我觉得 我又觉得是不是就这样啊 学生觉得老师很难讨好 但是老师死了我们也给他面子啊 他有那么多弟子 又是第一个江湖上第一个私人讲学的 我们总不能让他没面子吧 就这样吧 我们就让他有个好的仗令 那宰我是有口才的人啊 这就不讲了 这刚刚也讲过 他说 然后子宫就做生意了 所以子宫很喜欢比较 很想拿百分比啊什么东西啊 你看这里有一个 这边说子宫曰平而无产 富而交何如这段 然后孔子说平而无越难 不是无产 富而无交亦 所以也不知道孔子讲这话的时候 是在这之前还是在之后 都可以解释 所以子宫入学可能在这之前 可能在这之后都可以解释 你都解释过来 总而言之孔子室友在别的地方 讲到同样的东西 特别是富而无交是很容易的事情 这没什么 你子宫富而无交 这不是什么太困难的事情 平而无越就难 这边是平而无产 所以这是子宫的想法跟孔子的 是不一样 特别要跟你讲一下 有的人很喜欢子宫 特别说这个 在实际记载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其事 所以子宫呢 很常财的地方是他的外交工作 所以有一次吉沃达鲁国 孔子很忧心 就说哎呀 齐国打鲁国怎么办呢 这弟子说 喂 我去了 就是很多人都说要来 孔子说那子宫去好了 最后子宫呢 就到了很多国家去这样游说一班 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子宫一出存鲁 鲁国没被打 而且没有人打鲁国 乱齐 齐国要打别人 自己搞坏 为什么 因为叫他 他叫他把那齐国告诉他 你去打哪里 你去打哪里 然后最后 然后呢 破了吴国给搞坏 然后呢 把这个晋国给强了 然后把这个越国给罢了 就是越王就把吴王夫妻给干掉 这是子宫的公道 可是在别的地方没有这个记载 那有人说 你看子宫纵横白河 这根本就是纵横家 战国时代纵横家才做的事 你看这样 这好吗 纯鲁乱齐 自己活下来 别的国家给乱了 然后整个这个当时的国际形势 就给破坏了 这是一件好事吗 所以我们上次在引这个农山严治的时候 说孔子的三个弟子在说 子禄就认为 要我出来 这个打仗百战百胜 然后两个学历可以跟着我 这是子禄的说法 那子宫的说法 跟这就有关系了 就说我要是出来 我就用外交的口把这个天下给搞定 这叫搞定吗 有些国家受损了 有些国家好了 有这个国家有损有益啊 那严回就说我希望到时候两个学长都不用 因为天下和太平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境界 就是这个故事就算没有 他也是要告诉你 其实子宫是那种希望在各个东西得取最大利益的人 这是他的商人心态 没有办法 好那这是子宫 子游 子游很简单 因为子游就是在五城的地方 实行了同子的道 而且呢实行的非常好 也在这里有谭台灭名这个人 行不由禁 那人最好晚上不要出门 那人我长那么丑 晚上出门人家有人碰到鬼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还玩耳而笑这件事情 然后子下补伤 后来在西河那个地区当上了这个诸侯的老师 但是子下的这个非常的宰 子下的那个心胸 好但是还有一个故事 这很少人讲到 这个也是很多书里面会讲到这个错误的问题 所以有人读史历史书 说秦师伐秦 禁国的清队去伐秦在陕西这边 三室渡河 所以有三条猪渡河 古书怎么讲到这三条猪呢 这三只小猪的故事吗 子下朋友学问就说 非爷是己害 是把己害这两个字写错 写得不清楚 来看成了三条猪 三室 己害 己害可以写成三室 你试试看找小学生就很容易发生 大人是比较不容易发生 然后果儿是有己害 是以未以子下为圣人 哦呦真的是写错 你真厉害你怎么知道 所以教于西河之上 魏文侯事事之之国正言 这懂得一两个错误 未必表示他懂得政治的事情 好所以这是子下 然后子下叫补商 那个在子章篇有很多他的话 所以说是子下弟子所记 也不是错的 那子下有时候解释这个孔子的话 都有过度的夸 都是很窄的 那樊池上次说问问过人 子章被同学干雕 这样说他这个人是不仁 在记在文语里面 这真的是人际关系不好 那曾子呢曾子是后来也是说思梦学派 就是从他传给了这个孟子 变成儒家的一个至少寿命以来的认为他是正统 我觉得他境界也不高 我觉得他境界不高 今天就没有多时间讲 我就把这些人的在论语里面讲的话 特别是就是都列出来 让你可以集中的看这些人的比较完整的面貌是什么 我将来希望写一本书把他在先秦古籍里面所有的话都找到 已经有人编了这样说 我只要把他大概重要的故事讲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面貌 这人是什么 本来光从轮椅里面看到是很少 原先这个我们上次说过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好这是孔子弟子讲一个